找鯊魚有興趣嗎 有要找鯊魚了 我真的想要找鯊魚 好啦 我們搭配最新的那個 在小小的花園裡面 感覺你會撿那個配樂進去 在哪裡 我們挖到這個鯊魚 有沒有看到 在這裡 還小開的 對 沒錯 太小隻了吧 它是在哪裡啊 它是在這個啊 杯墊裡面 的止滑墊上 止滑墊上 傑森 我們怎麼又在同一個場合碰面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就是不一樣的新車啊 來看看我們後面這個 疑似排開五台車 有沒有 色彩繽紛 沒錯 我們今天來看的就是 OPPO 經典度第二款新車 ASTRA的上市發表會啦 來 阿將 喜歡哪個顏色 這樣看下去當然是要黃色啊 黃色 應該是金 你說OPPO黃嗎 OPPO黃啊 經典 ASTRA這次來台灣啊 主要外觀上有兩個風格 一種就是 我們旁邊看到的 白色跟銀色的Elegant 它是比較入門版的 對 然後呢 這三台啊 顏色比較繽紛的 就是所謂的GS-Line車型 它這次啊 OPPO說它是有 168個照明模組 然後還有 八種不同的行車模式 簡單來說就是 晚上開車比較厲害啦 然後這個GS-Line啊 跟旁邊我們看到的 Elegant版本 它的比較大 不一樣的地方是 你看它的圈 它的圈也是黑色的 但我們現在看到 都是配備17吋的圈 呃 還在 還沒上傳的 那個頂規版本才是搭配18吋 18吋 對 你會覺得這個黑色的 你看 黑色的A2 它這樣算凸痛嗎 我覺得算啊 當然算啊 還是懸浮車頂 有時候凸痛跟懸浮車頂 就只是一個 行銷名詞上的不同而已 那其實啊 OPPO的車有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的車頭叫做 Visor閃電風信嘛 那車尾呢 它有個叫做 Compass Compass就是指針螺盤的意思 是這裡嗎 對 這邊 然後你看喔 這邊延伸下來 到這個左右燈 它剛好是一個十字形 尾巴怎麼開 其實看起來也跟高爾夫很像 你看 也是一樣 把那個Logo 一樣耶 但高爾夫那個是會伸鏡頭出來啦 那這個鏡頭 好像不是在那邊 啊對啊 這個鏡頭在下面 就是 還是Logo可以翻起來 是德國車的特色呢 因為覺得這個方向盤 有點好看 啊這也是跟我們之前看過的 Grandland啊 Mokka 它其實就是 都不一樣 它 這台Austra 就是因為它是 OPPO老實說 最重要的一台車嘛 它賣了三十多年 聽說它以前是不是也有來過台灣 對 十年前 你小時候有沒有搭過 好像沒有印象 有啦 小時候我都是看OPPO長大的 好不好 所以它是睽違十年 就再回來台灣 對 對於Austra這台車來說是這樣 沒錯 然後它也是賣最好的 OPPO車 然後全球賣超過 一千五百多萬輛吧 Pure Panel 數位儀表 它是兩個都是10吋的 當然可以看到它的畫質 有沒有覺得它解析度非常高 你有沒有喜歡這種 波來波去的感覺 其實還有一點不習慣 有點不習慣嗎 對 好但我覺得至少看起來還好 看起來很帥啦 我現在又在挖呀挖呀挖 The Lantus 集團全球策略的關係 它現在內燃機啊 就是所謂汽油引擎啦 它汽油引擎 目前就只有提供1.2升沃輪增加三缸 那跟我們之前看到Mokka跟Granet 其實配備一樣的動力 它最大馬力130p 好像看起來不大對不對 但我們之前試駕過Mokka 跟試駕過車體比這個更大的Granet 老實說它130p的最大馬力 看起來老實說我覺得 其實非常夠用耶 對在都會呀什麼那些再加速 其實力道都還蠻夠的 那它這個大小 我看它這個車身大小啊 是不是有一點像另外一台德國 欸 沒錯 高爾夫 高爾夫的部分 在德國本來就算是同級對手啦 那我們上次看到Granetland 是對標體逛的部分嘛 那這一次呢 Astra就是更主流的Golf級距 那現在它的1.2升沃輪增加三缸 大概跟Golf的所謂的2301 TSI 的動力其實是差不多的 但它們理所當然是同級對手 不過啊 偷偷跟你們說就是 Astra之後啊 有可能會進Golf沒有的PHEV動力 未來也有可能有Golf沒有的電動版 所以大家是不是可以期待一下呢 那它這一次上市價是多少 1.17 入門版的1.17.9 GS9大概是1.23.9外 那其實它老實說它都有限量 那據了解啊這個限量的車 我記得入門版是40台 那中階的我們現在看到的 比較色彩繽紛的GS9LINE是70台左右 車應該都已經到港了 所以你現在訂 6月底就可以交車 但剛剛OPPO有說 這是最新版本的模組化底盤 對 所以我們就期待之後試駕的表現 LINE 電腦王金線來好友目擊開跑囉 旁邊燕團隊要給你 你願意推播一招一主題 一手掌握話題情報 最棒的是還有一月以驚喜 汽車周邊好康大放送 你還在等什麼 加來 加來 現在就拿起手機 加入地球黃金線賣好友